周杰伦近日举行世界巡回演唱会 不少艺人朋友都到场朝圣 而舞台下也可以看到好友李淑豪的声音 在演唱会结束后 李淑豪也特别上传两人合照 并在贴文中写下 第一次看杰伦哥的演唱会永远不会忘记 并笑说周董故意没有警告他 然后突然叫他在五万人前跳舞 真是太坏了 而周董看了则笑回谢谢你的舞蹈 还故意幽默问他演唱会好看吗 林淑豪则开玩笑回周董 你真的太优秀了 下次需要我唱一点别客气 因为是兄弟我不会收全费 会给你折扣 男人之间一来一往的互动 也直接笑翻网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